你知道谁才是《水浒传》中最美的女人吗? 既不是让西门庆缠得不行的潘金莲 也不是被宋公明金屋藏娇的闫婆媳 论角色美人 林冲的娘子榜上有名 而排在第一的那个女人 让皇帝都欲罢不能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唠唠《水浒十大美人》 虎去一阵的看官老爷还请点赞分享 第十 容貌动人的金翠莲 提到金翠莲 就不得不说到鲁智深拳打正关系 《水浒传》第三回交代 东京有一个名叫正关系的鹅霸 见流落街头的金翠莲年轻貌昧 当即将其强占威胁 然而金翠莲在被郑屠夫 白白玩弄几个月之后 直接被其老婆赶出了家门 光是赶出家门还不够 郑屠夫还要勒索她三千罐银两 美其名约为赎身钱 苦命的金翠莲 只能跟着父亲流落街头 一边以酒楼卖畅为生 一边拼命的赚钱 恰逢卖畅期间 妇女二人的遭遇被鲁智深得知 鲁智深听到之后愤怒不已 本想用拳头教训一下正关系 不料没收住力气 只三拳就让她去了西天 后来金翠莲由于自身貌美如花 被富贵大户照原外看中 自此悲惨的生活便有了新的转机 而关于金翠莲的面貌 书中记载她和父亲出家谋生时 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 长得楚楚动人 似去这样的描述 将她的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 脸如三月娇花 美嫂初春嫩柳 身材恶挪多姿 不插纸粉也风流 综上所述 金翠莲绝对能称得上 水浒传中的一大美人 第九 五帽双全的护三娘 护三娘是水浒传中 唯一一个 即武功与颜值为一身的女人 她不仅武艺高强 还拥有浴血般的肌肤 和芙蓉般的模样 原著中这样描述她 天然美貌海棠花 一丈青当鲜出马 护三娘的美不加任何修饰 身披红袍战甲的她性格豪爽 眼六球波 处处透露着一种英俊之美 只可惜 如此别有一番滋味的女人 只能被迫嫁给了 矮丑好色的王英 一朵鲜花 活生生地插在了牛粪上 这段极其不对势的原因 也让无数读者恨得牙痒痒 很多看法都觉得 护三娘应该嫁给 将她活着的豹子头临冲 这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 除了护三娘 还能让王英欲罢不能的 就是这个女人了 此女体态妖娆 十分性感 且有沉于落雁之容 能称得上 细世之美 其美貌自然不用多说 以至于王英 把她抢到了青丰山上之后 满脑子都想和她打扑克 多亏宋江等人及时赶到 一番吉利劝说之后 王英才非常不悦地将她放走 然而此后 王英还是一直念念不忘 在攻打青丰山 解救宋江时 她又将刘高之七卢走 铁了心的 要把她当压斩夫人 可没想到 当王英准备生米煮成熟饭时 燕顺却直接闯了进来 并将其直接杀死 究其原因 是这个女人过于风流 而且还摁将仇宝 揭发送江 但生性好色的王英 可管不了那么多 眼看到此都没有吃得上一口 气得她要和燕顺裹拼 后来 宋江许诺给她再找一桩婚事 王英这才愤愤作罢 盘点水浒传十大美人 这几个一个比一个有韵味 他们美得无处可藏 不仅能让男人魂不收射 甚至还害得他们丢掉性命 第七 放荡不羁的潘金莲 这是一个能让西门庆 丢掉性命的女人 西门庆第一眼看到她时 就深深陷入了幻想之中 王婆对西门庆曾说 像潘金莲这样漂亮的女人 在整个阳谷县都不多见 也不知道武大郎 上辈子修的是什么福分 嫁给她实在是令人惋惜 而在原著中 这样形容潘金莲的美貌 一张樱桃小口 谈吐之际 能引来蝴蝶和蜜蜂 离她几米之外 都能闻得到她的体香 除此之外 还描述她脸如三月桃花 暗藏风情月异 拥有这样美貌的女人 难怪西门庆会欲罢不能 西门庆和潘金莲 仅一次翻云覆雨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她要的是永远占有潘金莲的美貌 于是和王婆定下毒计 害死了武大郎的性命 他们这对肩服淫妇 也没得好报 被武松一刀就结果了性命 总的来说 潘金莲的美一共害死了三个男人 西门庆和武大郎接应她而死 而武松也因为报仇 被官服发配到了孟州 由此可见 古代的女人长得太美 也不是一件好事 容易引发男人之间的争斗 第六 妖艳惑人的闫婆西 这也是一个风流女人 和潘金莲基本算是一路获走 书中描写闫婆西 年方十八 就颇有一番姿色 体态身形恶挪多姿 比成熟女人还有韵味 而且笑起来的时候 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总的来说 她的美不下于潘金莲 其中比较难得的是 对于吹拉弹唱 严婆西样样精通 只可惜 这样的女人 被宋江金乎藏娇给养了起来 不好女色的宋江 把她娶为小妾之后 对她没有任何的行为 然而 严婆西正值风华岁月 她不甘于寂寞和空虚 对年纪四旬的宋江百般勾引 无数次暗示宋江打针 可奈何宋江也就是不为所动 于是严婆西就和亚曼里 长得帅的小温元勾搭在了一起 两人平时眉目传情 暗地里行不轨之事 后来 宋江撞破了二人思通 没想到严婆西非但没有内疚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他要挟宋江交出财产 并准许自己改嫁 否则就将他和朝盖的来往书信 交给官夫 宋江欲要为书信而不得 一怒之下就杀掉了严婆西 第五 风韵十足的潘巧云 潘巧云是个风流寡妇 他原本是王牙斯的妻子 丈夫死后 没手多长时间寡 就改嫁给了杨雄 书中描述 他的姿态十分妖娆 是一个善于打扮的精致美人 每次出门 从头到下 他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以至于身上的每一处 都透露着性感和妩媚 尤其是那一双性眼 和两道完美 让男人看一眼就无法自拔 然而 潘巧云也是一个风尘女子 他和鲍威斯的一个僧人 没来言去 很快就风云在了一起 后来被石秀发现 告知杨雄之后 潘巧云二人被杀 第四 卢俊一之妻 贾氏 这是一个苦命又可悲的女人 她虽然没有像潘经验 他们一样风流 但也做了对不起自己男人的事 究其原因 就是卢俊一整天无枪弄爆 很少和他浓情蜜意 长期夫妻关系的冷淡 让管家李固 扑了个空子 卢俊一中了梁山的圈套之后 李固趁人之位 直接霸占了卢俊一的家产 同时还有他垂涎之久的贾氏 贾氏会与其隐畏 只能向他屈服顺从 后来 卢俊一被宋江等人救出 回到家中直接杀了李固 贾氏感到羞愧不已 随即拔箭自闻 由于卢俊一是河北文明的富贵大家 所选的妻子贾氏 想必也是生的倾国倾城 所以把他排在第四 不算过分 盘点水户传十大美女 这几位都有碧月羞花之帽 其中一位 让不见女色的武松都为之心动 而最后一位堪称国色天香 就连皇帝都欲罢不能 第三 寒情默默的玉兰 这是唯一一个让武松心动的女人 书中描述她 纯色樱套 脸庞纤嫩 身穿一身绿螺裙 看起来十分的楚楚动人 而玉兰不光人长得漂亮 还十分精通音律 唱起歌来声音也非常好听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财卯双全的女人 然而张杜剑为了陷害武松 命令她用美色去迷惑武松 虽然武松和她相处期间 对她动了情愫 但得知此事之后 还是将她杀死了 而玉兰有此凄惨的结局 实属命运的无奈 古代女子社会地位卑微 更何况一名侍从丫鬟 玉兰从一开始就知道 张杜剑要陷害武松 但她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第二 温柔贤惠的林娘子 在东京城众多美女之中 高牙的一眼就看中了她 并多次发誓 一定要得到林娘子 她不仅肤白貌美 还大方端庄 温柔贤惠 可谓是几乎具备了 东方女性所有的性格优势 除此之外 林娘子知书达理 面对高牙内的多次逼迫 都宁死不屈 正所谓宁为虚碎 不会瓦拳 她是水浒转中 少有的好女人 只可惜 她嫁给了东京变梁城中 最窝囊的男人林冲 守着美娇妻 武艺高强的林冲 却不知足 总想攀附权贵 让自己的仕途 能得到高升 所以当看到妻子 惨遭各牙内 两次欺辱时 林冲不仅没有出手 而是欺人再人 忍得无法容忍的地步 索性直接修掉了妻子 不堪其辱的林娘子 未保自身清白 最终只能上吊自杀 第一 绝世美人李诗诗 李诗诗 是被称为 四大名著中的第一美人 在《水浦传》中 李诗诗的美貌 可谓是倾国倾城 是文人雅氏 公子王孙 镜像争夺的对象 宋徽宗听完其名后 放着宫中三千家里不要 钻狗窝 也要和他共度春宵 当然 作为第一美人 李诗诗的音律才艺 更是出众 宋朝的男人 都喜欢会弹琴拉唱的美女 而李诗诗的歌声 在东京各教坊中 可谓是独领婚骚 高速艳致 除了外在的美 李诗诗还一声生气 他不但是大提 还想一起重感情 当时 宋将想和皇上 牵线来促成招案 李诗诗在中间帮了大忙 而在这其中 李诗诗也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爱情 他和长相帅气 正直如雅的燕青 产生了情愫 梁山君正讨放了时 燕青起流永退 带着李诗诗一起浪迹天涯 两人也因此 成就了一段假话 综上 不管是论容貌 还是才情 李诗诗都是名副其实的大美人 把他排在第一 当之无愧 好了 看完水浒传中的这些美女 你最喜欢哪位角色佳人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